好 主播台中清水分局的遠景街 或不只一位車主報案 趕到現場的時候 發現是一位高齡的阿嬤竟然手持住行器 慢慢的在內側車道徘徊 那後方的車輛為了要避免發生事故 只好緊急煞車變換車道 警方也趕緊先叫阿嬤帶到安全的路旁 在他回派出所先提供茶水 讓老人家先壓壓驚 老婦人她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告訴我們 她的住處以及她的身份 所以我們就立即採用人臉辨識系統 來確認她的身份 那在確認身份之後 馬上聯絡家屬過來 將老婦人帶回 阿嬤她已經90多歲了 女兒趕到現場的時候 頻頻跟警方道謝 並且表示說母親年賣 所以記憶力退化 我以為是要出門下庭工作 在沒有告知家人的情況之下 獨自出門 但是這附近的道路 早就跟早年不同了 所以才會讓老奶奶誤闖中心路 索性警方即時趕到平安無事 將人送回家 以上最近講得到的消息時間 交換譜內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通知小鈴鐺